歡迎回到武器谷石頭學 大家說五窮六局 但是不要忘記了 本月底科技店的大件事 台北國際電腦站Computex 要在台灣實體的展出 這一次我發現 宣傳活動做得很早 在台北市路邊 都看到掛了很多的旗幟 贊助廠商有技嘉 超微 Intel等等大咖都要來台灣 不過最大咖是這一位 今年大放異彩的是輝達 NVIDIA的執行長 黃仁駿將在台灣的Computex 展開主題論壇的演講 傳出在開展前 向台積電追加一萬片的晶圓訂單 全網每個月再額外提供輝達 一到兩片擁有CoAX技術的晶圓 他五月底部會來台灣演講 還會參加台大的畢業典禮 蘋果部分 i15出貨高檔也推升 3奈米跟4奈米的需求 Pro版A17晶片是用3奈米 其他的A16晶片用的是4奈米 但是今天盤面上面 AI股稍作休息 不過我想問 詹藝老師一個大家都想知道的答案 就是上個禮拜我台北股是疲累累 可是有一檔個股非常勇猛 換起來大家的信仰是2382的廣達 廣達法會內容沒有說得很好 可是為什麼它漲停 據傳它接到了Google 跟Apple的大單 那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大單 但是華碩今天輪到他跳出來穩盤 一樣是Q1明明就虧了36.5億元 每股賠2.3元 但他說本季虧損幅度縮小 今天股價卻是大漲來反應 那Q1就是股底 預估Q2為繼承長10% 雙A東定調Q1是股底 Q2張朝復蘇邁進 第二季進入到了一半 其實法人換股動作感覺 就在這兩個禮拜特別特別的劇烈 是說把一些之前押寶財報好的都賣掉了 那怎麼樣來留意跟小心 可是之前財報不好 開始看到轉好的 像這些族群 是不是反而大家可以佈局的一個方向 對 沒錯 我想當然現在第一季季報 大概公布到今天大概就結束了 那其實法人當然對他們買進的股票 或者是要賣出的股票 其實很簡單 要買進的 他們當然會去拜訪公司等等 對於今年的展望到底是如何 然後氣爆他就是一個 他參考的一個標的 或者是月營收 尤其是氣爆 所以當氣爆一公布的時候 假如由於他們預期了 股價他們覺得被低估 那有可能就是還會持續的加碼 那當然假如說氣爆公布完之後 那比較不如的 他們的預期有可能就會進行 賣出的一個動作 我想大方向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華碩的部分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 大家看到今天華碩的一個漲 你會覺得奇怪 不然說得很好 對啊 連續兩季都賠錢會很好吧 你看一下 我比喻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 就是說其實我們看一下 2357今天華碩的一個 2357華碩的 你看一下今天股價整理完之後 創波段新高 其實你看一下今天分時的一個走勢 看一下分時走勢圖 你看一下它的股價 其實說真的今天也蠻強的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奇怪 這怎麼會這樣 一開盤就衝出去了 對 沒錯 我要跟大家報告 其實最主要第一個 就是他認為庫存的部分 消化得差不多了 就回到正常的一個水準 其實第二個來講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它的靜值的部分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 在今天還沒漲之前 其實它的股價是低於靜值的 所以你 對 你不知道它低於靜值對不對 對 不敢相信 好 那等一下我再來講 我們只是說從華碩這一部分 甚至於廣達的部分 你會看到一些的情形 因為現在季報真的快公佈結束 這是有一個脈絡的是不是 對… 然後你真的要檢視自己的持股 好 來 比如說我們講一下 比如像6285的企業的部分好了 前四月的營收來講 其實也出現大幅的成長 第一季的EPS來講的話 其實1.43元 跟去年第一季比較來講 是成長了85.7% 那EPS QOQ的部分來講 當然是衰退 那去年來講是7.93% 對 那今年來講預估會比7.93%好 來 重點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 最近三大法人 你打一下6285的企業好了 尤其是在外資的部分 其實你看一下 法人這兩天都出現賣鈔 為什麼 因為他這一天公佈了季報之後 結果季報不如市場的預期 結果股價就出現重挫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重挫完之後 其實這兩天開始出現了 所謂多頭的一個抵抗的一個力道 那你就要試想 就是說你是有這檔股票的人 你應該試想說 那到底這些法人 到底是砍真的還是砍假的 他的股價到底是被低估 還是被高估對不對 因為氣爆已經公佈了 因為你看到這種現行 你一定會覺得 法人賣車 這一點應該不是太好的股票 對不對 你一定會這樣認為 可是等一下我拿來跟大家講 等一下我們再看 那你比如說像中美金的部分 其實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其實第一季的EPS來講 跟去年同學也是94% 94% 對 那你看一下 5483的中美金 那當然這種股票 很多人都不會看的啦 因為它本來全部都沒在漲啊 對 因為沒在漲 因為也不是熱門的主流類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試想假如這個地方 電子股會慢慢上來 那台積電是不是要走穩 對不對 有可能又要往500支上來進行攻堅 雖然台積電不一定延續性的大漲 可是重點 只要台積電走穩 那你矽晶圓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像中美金這種 它是屬於有價值型的 今年的EPS來講 也有機會成長了 那最近這5天 法人也賣超了5000多張 你說它賣是為什麼賣 其實我跟大家報 我不覺得它是因為EPS不好 它是因為覺得 我摸到這個都不會漲你知道嗎 我假如又要控制好十股票 我換股操作你知道嗎 所以有些砍下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低點 有些真的好的股票 其實法人大賣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波段相對低點的位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還有其他的股票 我想你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太多人沒辦法講 我們看一下 我舉例一檔股票 好 你比如說像628我的奇蹟 好 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你看一下 外資的部分來講 其實是最近這兩天 前兩天賣超最大的 然後再加上投信 也出現了大幅的賣超 那為什麼 外資為什麼會賣超那麼大 其實我跟大家講 因為在之前 有元大出了一篇報告 元大投顧目標價130 你知道嗎 結果第一季的EPS公佈完之後 稍微不如市場的預期 那你要看 因為季報的EPS來講 你要看到底是所得稅 到底是業外的損失 還是業內的所謂收入 你要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你知道嗎 結果看了之後你會發現 業外損失大概有1億 你知道嗎 就是它的業外損失 假如你把他回 他40億的股本 假如回退回去 其實大概差0.25 那這個地方 你假如把它加0.25 其實就變得1.6多 大概快接近1.7 其實跟它的報告來講 其實是差不多的 好來 那你看一下誰在賣 就是最大 最近是這兩天 你看他賣超的 總共賣超的張數 1萬3千多張 他可能也看錯了 就是有可能是他的客戶等等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說真的 他只是稍微不如市場的預期 不如他的預期 可是重點這個是 業外的部分 對 業外損失1億的部分 所以假如說我們這樣來看的話 其實所以我才說 這個地方有些你不一定要跟著法人 來進行所謂同步的一個動作 因為有時候他真的會看錯 所以我覺得這種股票來講到 至少他會有反彈的一個機會 因為他就跌那一天之後 對啊 其實就這一天 連續兩天是有穩住的 對 就穩住了嘛 那當然我想股價來講 應該有所謂的一個反彈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季爆公布還之後 你要看裡面的一個內涵 好 那剛才講到 季爆公布之後 這個華碩 儘管說Q2的虧損幅度 比Q1還要少 但是連續兩季的賠錢試試時 為什麼今天股價會大漲 一度還有一點要來挑戰 漲停板的味道 老師今天幫大家整理這個表格 就是說Q1 EPS公布之後 股價反應大不同 那誰可以減鑽石 誰就真的會轉弱呢 老師這裡面有幾個欄位 當然就是前四月的營收YRY嘛 今年Q1 EPS跟去年同期相比 還有今年EPS預估值 還有股價淨值 那資券法人 這個是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那形態部分呢 對 沒錯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 我先跟大家報告 因為有些股票來講 評價的模式有幾種 那一般大家用的 當然第一個就股價淨值比 第二個就是本益比的部分 那你這些 你比如說有EPS 有淨值 你大概就可以算得出來 那另外資券法人部分 當然這個是籌碼的部分 那形態來講的話 它就所謂技術面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呢 它代表的是一個中長線的部分 那技術面跟籌碼面 你可以把它視為是 短期的一個操作的部分 好 那我們講華碩 好 你看一下 其實你看到我舉例的 這幾檔股票好了 其實全四個月真的都很慘 華碩算比較不慘 可是重點來了 華碩是因為這樣而大漲嗎 不是啊 不是說它比較不慘 好 那你看一下 今年第一季的EPS來講的話 其實這些都很慘 你跟去年同期來做比較 對不對 它去年華碩第一季就賺了14塊 它是賠 來 那你看系列的部分 它賺16.74 你看一下 那這個賺5.19賠0.28 這個賺2.18賠0.29 你看其實都這個 長榮陽明也都是相同的狀況 好 那都差很多 好 來 重點來了 你看一下今年預估的EPS 好 我們先講華碩的部分 縱使今年券商預估了 它的趨天值滿大的 就7到15塊 去年賺19.78塊 好 那你覺得 它也是衰退對不對 對 所以假如它是衰退的狀況之下 你看一下 它的侵值是在295 今天還沒大漲的時候 你看 它的鏡子是不是股價低於鏡子 好 那你看一下系列好了 系列為什麼會跌 因為它的股價在昨天 到今天好了 跌停板 還390.5 它的 鏡子才 81塊 你看一下 所以你覺得 對不對 可是它的EPS 也真的大幅的衰退 那你看一下 6719的系列K1好了 679 679的利4好了 你看一下 它相對長 因為它的鏡子109.3 對不對 股價也是 一倍 對 因為 它們今年都沒有成長性嘛 所以你假如離你的鏡子 真的是太遠的時候 其實 一公布的時候 失望性的賣壓 它真的會怕 它會比較怕 你知道嗎 沒有像華碩 它感覺比較不怕 它鏡子比較高嘛 那 好 你3105的穩帽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相同的狀況 對啊 股價大幅超越鏡子 對 也是100多嘛 那它的鏡子大概只有76.2 那你看一下 長榮跟陽明其實你說 這就是禁值高於股價很多的 對 這個是禁值高於股價 那你看一下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長榮 陽明差不多了啦 差不多要漲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其實以陽明來講的話 它公布大概EPS接近1塊錢 那你試想 假如說第二季其實現在的預期 假如第二季跟第一季持平就好了 我不要說他長 我就說持平就好了 持平就好了 不要說像上次長榮講的法說 第二季會比第一季好 我們不要講這樣子 我們說持平就好了 那你下半年總會比上半年好吧 因為運價 因為旺季嘛 對不對 所以你假如第一季大概還是賺錢 那你試想 第二季大概也不會賠錢 第三季第四季應該就賺錢了 那你假如說以華碩對不對 他都可以這樣 當然華碩是品牌 不能這樣比 可是我的意思說 以他的禁值來講的話 你比如說陽明好了 今天收61.2 他的禁值真的99塊 那你覺得他真的不會漲嗎 而且他的資券跟法人 老師你現在看性概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是 因為股票有時候是這樣 當法人砍不下去的時候 他不再破底的時候 其實反而是好 沒得砍了啦 因為你要想說 反正他們也砍得差不多 那股價怎麼不太會跌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其實SFI的部分 因為這一波的最低點 就是大概在905 那縱使上個禮拜跌 他大概還是有98幾 就是說他還是反彈了大概8% 離低點的部分他還是有8% 所以我覺得這種應該 確實會慢慢的一個轉向 那另外的部分 你比如說像系列好了 形態不一樣 你比如說像立志 這個就真的比較弱勢 對 不知道底部在哪 對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底部在哪 我覺得這種股票相對上來講 因為你從基本面的角度來看的話 從今年預估值來看 或者從股價金值比的角度來看 確實都有還是被高估 所以這種股票 我覺得就趁大盤反彈的時候 相對弱勢的股票 就是說你基本面不是太好 那你股價金值比也真的比較高 那你的形態 籌碼面又相對不好 其實應該是趁反彈 來做減碼的一個動作 老師 那這個相同 你剛剛給這幾個欄位 有沒有辦法運用在強勢股上面的比較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重電儲能相關概念股 這些概念股說真的 Q1的EPS表現都非常非常亮麗 對 沒錯 其實你看一下 當然儲能的部分來講 其實你看到幾乎基本上來講 幾乎都成長 還有會轉眼的 都是比去年成長 大概只有大同的部分 比去年來講 可是大同的部分很多都是業外 那今年預估的EPS來講的話 其實大部分來看的話 也都稍微會有成長 可是成長的幅度不是真的非常的大 那你會說其實為什麼最近還是非常 相對上來講還是很強 我個人覺得 因為它現在就是盤面上的主軸 這一波它是主流 主流類股 你的本益比本來就是會被 往上來進行拉高的一個動作 那其實我們再看一下它股價的部分 那另外的當然 從資訊或法人的狀態跟型態來看 其實我要跟大家報告 相對比較 這個地方 你觀察幾檔指標 你比如說像1503的一個四電的部分 就是沒人敢追了 對 沒人敢追對不對 你看一下1503的四電部分 其實這個型態算相對上來講是比較強 那EPS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具備成長 就是說要看它 它是一個觀察指標 你不敢追沒關係 1519的一個滑成的部分 今天股價也滿強的 對 今天 這兩檔股票是被納入MCI的 對 所以你要觀察一下 外資有沒有趁最近 開始出現買超的一個動作 因為提先卡位 滑成事變 對 你這些 這兩檔股票你視為是 重要的一個指標 好 那另外的 1514的系列的部分 你看一下 1514亞歷 亞歷的部分 對 你看一下 股價就是相對比較弱 因為它的籌碼跟法人的部分 相對上來講就比較弱 那1609的一個大亞的部分 1609這個業外很會賺的 對 你看一下 好 那我們先不要理它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你有沒有看到 多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看一下 所以我們憑這兩檔是多 對 你看一下 你從它的一個 本益比的角度來看 其實它的成長幅度算大的 1504的一個 然後它的資券跟法人的部分 相對上來講 你從形態來看 它也是算比較正面的 就是說這檔股票來看的話 我覺得看它能不能往上來 進行攻堅 其實東元的部分 這種是不是疊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深 而且它股門很大 其實我覺得最有機會的 應該是大同 為什麼 其實東元的時候 其實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這一波剛上來的時候 我說這種新題材的部分 又是大辛苦 不會這麼快走來 不會那麼快結束 是啊 你看又上去了 那你看一下2371的大同好 當然這個也都是業外 可是我問大家 當這些的重店的股票 漲成這樣 你覺得大同好 當然這個線型看起來 不是那麼漂亮 可是重點還是紅K棒 我覺得這種 你就設一個停損 比如說你是買在今天的 平盤附近的 其實你就有可能 跌2 3% 設一個 我覺得這種股票 其實往上的機會 是非常的一個大的 好 今天時間有限 老師剛才花了很多的時間 跟大家講一講Q1 相關有一些 比較弱勢個股 其實有一些可能 真的是漲多 要休息型態平衡 但有一些看起來 反而漫不下去 隨時醞釀反彈 人氣的重店族群怎麼操作呢 各個高檔的四店跟華城 大家追起來會怕 但可以留意的是 在5月底之前 如果MACI 對重店個股 有持續的 再加碼股票的話 也許可以留意 這個股本比較大 但相對穩健的 大同跟東元 這邊在老師還準備了 防疫概念股的這個通路 包含藥局的評價 也是很多的投資人想要問的 那我們時間有些沒有關係 老師這些資料 都會放在Lineat裡面 同學們可以用手機掃一下 教育老師下方的 大頭娃娃的QR Code 好 進去之後 這相關的表格內容 怎麼樣評價的方式 你有疑問的話 都可以跟老師 加個朋友加個Line來詢問 明天有時間 我們會把這個藥局 跟防疫概念股 Q2是不是真的會現行 怎麼辦呢 來做一個比較詳盡的闡述